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期时间五点来到我们的节目 那么因为我们上周和上上周的周五都是假期 所以我们这两天都没有跟大家做节目 没有请刘律师来跟大家一起来热辣点评 那么今天是我们新一年的新一期节目 首先还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那么在我线上的刘龙珠律师 刘律师好 主持人莫洋洋 莫小姐你好 然后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新年好 然后我要特别说一句 一周农珠会 眨眼之间已经到了第三个年头了 对吧 所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谢谢你们的告白 是 刘律师一直很感念大家的 不管是您是有什么样的观点 但是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 来听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和分析 就是我们都是非常的感恩 但是刘律师你看我们两周没有做节目 没想到两周之后 今天美国发生了这么多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么肯定就是川普总统的 这个我们认为他有可 之前有可能翻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已经没有了 所以就是说这个消息对于您来说 您什么样的感想 跟我们稍微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样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两点 第一点就是川普从大概这一个月以来 他就一直试图翻盘 但是翻盘的机会其实非常渺茫 当然从1月6号之后 现在从非常渺茫到几乎没有 这是第一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不意外 但是第一 所以我的感受有两点 第一是不意外 是意料之中 第二点很失望 失望并不在于川普并不能够拒选连任 其实川普连任 拜登连任一定又会有人做总统 不可能说总统这个位置找不到工作的 对吧 不是说我们家找个阿姨找不到 包括我以为怎么找不到 对不对 对 所以这点我并不是我失望 我失望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关于大选舞弊这个事情 到现在为止究竟有还是没有 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如果有证据是什么 如果没有证据是什么 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虽然川普在到现在为止 有很多官司 有些川普作为原告 有些是别人作为原告 但是这大部分官司被打掉的原因 并不是说没有舞弊 而是说法官说你现在要么是你没有standing 你没有资格 或者说你时间已经过了 你来不及了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就换句话说 这些官司输并不是因为没有舞弊输掉 而是因为程序的问题 对不对 是这个意思 所以呢 就好像当年周立波 对不对 周立波这个当时这个动力打赢 并不是说他没有长枪 他没有长毒 而是呢 这个当时法官裁判 说这个警察收车 没有遵损正常的程序 由于程序不对 所以呢 枪也好 毒品也好 不能作为呈堂证供 是同样的道理 尤其是呢 这个最高院 美国最高院 对于德州 当时呢 告四个州 那个官司 当时德州告四个州 一个打四个 当时呢 有二十二个州 作为德州的拉拉队 一个球员 二十二个拉拉队员 然后呢 来也过来帮枪助阵 这个事情呢 最高院的裁定说 德州 他本身没有资格 没有standing 所以对于德州官司 本身里面的实际内容 就这四个摇摆州 究竟他有没有舞弊 并没有做个判断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我的失望 我的难过 我的愤怒 并不是说 川普不能作为下了美国总统 而是说 究竟有没有舞弊 这个事情 没有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觉得你不管 是川普的选民 还是投川普也好 投拜登也好 你关心美国政治也好 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一个交代 那么美国的 他的政治制度 他的三权分立 他的司法独立 他的政治透明 就彻底是一个笑话 这是问题的关键 哪怕说 最后如果 这个经过最高院 做了一个裁定 有证据 有证人 这个有理有据 有数字 说这个这次大选 没有舞弊 那么这样的话 至少大家 就这个事情 至少民主的 最后一道底线 防住 因为如果选举 有舞弊 这个事情没有交代 实际上 整个美国的民主制度 就彻底是一个笑话 尤其是什么 尤其我自己 就撇开 我作为律师的 这份工作以外 我之前教过美国宪法 我为什么教美国宪法 我不教地产法 我不教商业法 因为为什么 宪法 第一大家都不懂 所以很直白的话 第一都不懂 第二很枯燥 所以没有人 大家听了都听了糊里糊涂的 更不用去说交 我觉得尤其是 但是我觉得美国宪法 是美国一切法律的基础 是一切 美国的政治也好 民主也好 这个民主法制也好 它一切的基础 所以我教宪法 对我来说不是一份工作 是一份使命 是一个使命 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 我有这个义务 然后来了解 第一美国政治法制是什么 然后我让大家知道 美国政治法制是什么 但是如果现在最高约 然后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 那么实际上 我觉得对每一个美国的选民 对一个每一个关心 美国民族政治 实际上就是一个巨大的伤害 没错 我们一直在说 就是说这个舞弊的事情 不管它最终 能不能够这个推翻这个结果 但是我们要了解的是说 这个舞弊它到底有没有 它最终有没有 这个被这个正法 这样的一个事情 好 这个我是 为什么铁打的银盘流水的病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铁打的制度流水的总统 总统四年一次 总统可以死了 没关系总统死了副总统接了 总统得了神经病 现在不是说宪法第二十五条吗 说川普总统 这顺势结为神经病 他不行了 彭斯来做 对不对 这个都没关系 彭斯不做 连谁 彭斯也可以做 总是有人做的 所以问题不在于谁做总统 问题在于制度不能坏 制度坏了 那么这个营房没了 所以整个军队一定会溃散了 因为为什么 你招人住哪 没地方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实际上最高院 我之前对最高院是非常景仰 那么自从这个事情发生之后 所以我对最高院给我感觉 我对最高院准确来说 这帮最高法院 最高院的大法官 九个大法官 当然Alito跟Robert除外 这两个他们是反对的 另外七个全是孙子 所以刘律师您要放弃当律师 这个职业吗 没有 我没有放弃当律师 您对美国的法律已经失望了 我对我这样来说好了 我失望的 我是对人失望 我不是对制度失望 我觉得这个制度是好 就换句话说 如果我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 我会来做这个事情 我会来做个判断 对吧 如果说我做了这个判断之后 我出了门被枪打死了 被车撞死了 这是我的命 我当时如果宣誓 要说我宣誓 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时候 我宣誓说 我要捍卫 我要保卫美国宪法 对吧 然后跟一切敌人战斗到底 你宣誓都要说这个话 对不对 要defend and protect US Constitution 然后慷慨激扬 这个吐沫横飞 然后巴巴说一遍 你没有后面说一句说 但是如果有危险 我立刻就撤 你没说这个话 就是这个意思吧 是 好 然后这个今天 我们跟刘律师来分享的 就是这个川普 这个这段时间以来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大家呢 如果是有什么问题 需要跟刘律师沟通 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 但是这里我稍微讲一下 就是 请你提出问题 跟刘律师来沟通 那么 这个 其他的一些 这个别的事情 包括一些不太文雅的字眼 就希望大家不要放了 这个我们是来进行一个 这个问题的沟通交流 就是如果你觉得 有什么问题 你觉得刘律师说的 你说的不对 我认为是什么什么 然后希望刘律师 做出一个解释 这个我们最后会请刘律师 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互动 好不好 然后首先 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件事情 应该是 刚才就有一个网友也提到了 希望我们 刘律师能够聊一聊 就是这个 川普总统的推特 已经彻底被封禁了 我们现在看到 大家如果是上推特的话 就能看到现在这样的一张画面 完全的空白 那么我相信 这个当然推特出现 也不会是很久 但是呢 对于一个现任的总统 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确实作为 因为我们也是一个新媒体 所以我们也是觉得 有点吃惊 所以我确实也是想 听听刘律师 您对这个事件 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样好了 推特也好 脸书也好 他们把总统的账号封掉 这个是违法的 因为为什么呢 总统就像在美国 任何一个人一样 他也有他的言论自由 他的言论呢 你可能不喜欢 对吧 然后你甚至可能很反感 你不喜欢 你可以不看 你反感可以不看 那么呢 从推特和或者 推特脸书 还有Google来说 你们没有 这个权力 去把别人的账号封掉 但是 川普本身是总统 本身是不是总统 没有任何关系 来提问 这个刘律师 就是因为 这个我之前的这个节目 也稍微请我的两个嘉宾 稍微问了一下 他们是说这样 就是因为你其实在跟这个 你在注册账户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条款的 然后这些条款当中 可能就已经列明了 有一些东西 你是不能够去发布的 比如说 他们 那么推特现在他封掉 有可能 我只是说 有可能他会认为 川普还会再召集人 继续进行暴力的活动 或者是 再来召集集会 然后做一些这种 更糟糕的事情 然后他们会以此来封掉 这个是在他们的 那个协议当中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 也是依然是不合法的吗 对 我觉得我不知道 谁当时说了 这个由于呢 有这个协议 然后呢 结果呢 由于这个协议 总统呢 他呢 违反这个协议 所以被封掉了 所以总统呢 被封掉 是旧由自取 是活该 是这意思吗 我总结一下 每个人都要签这个协议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是不是有人这么说的 这个说法 我不知道谁说的 但这个说法 有问题 特定 不是有问题 是胡说八道 为什么 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样来说好了 当然这个不知道是谁说的 大概里呢 说这个话的人呢 我认识 不过呢 你肯定认识 你肯定认识啊 但是没关系 我们的家宾都很宽容 我们就是认识 这个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 为什么这样来说好了 第一 你怎么证明 这些人 川普涌到国会的 然后打砸抢呢 然后到Nancy Pelosi 把这个脚章 敲在桌上的 然后呢 把他信封拿走的 然后呢 在里面拍照片的 这些人是川普指使安排 没有说他指使安排 是说他的这样的一则推文 会引起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再来说好了 你怎么知道 这些人去 是因为这些推文引发的 你怎么证明 他们在去之前 就看过推文了 是不是说 我们现在决定要去了 去还是不去 我们现在立刻 把总统推文拿出来看一下 总统推文说去了 那我们就要去 有吗 你怎么证明 他们就看过推文的 他们说是本来就要去的 这边刘律师 有一个网络的问题 说请教刘律师 推特有没有这个权利 推特没有 好 诶 这样哈 这个刘律师 因为这个 这位嘉宾也举了一个例子 然后我在这里也请您 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他说比如说 您在一个地方 在一个公共的场合 然后呢 什么事都没有的情况下 你突然大喊一句 着火了 然后大家就开始慌忙的逃窜 那么 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跟我做类比 就大概是就是如果是在推特上 有他 他如果是 他的推文 如果继续有这样的一个影响的话 那么 这是推特关他的原因 您认为这个 是 正确的吗 我觉得这个不对 这个比喻 狗屁不同 因为什么意思 因为第一 川普他没有说着火 对吧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不知道他说 这个跟川普这个 有什么任何的关系 就换句话说 如果假设说 你到一个公园里面 大喊一个着火了 来 譬如说 人家把你这个推的封掉 封掉的理由 不外乎呢 我可以猜测几个 第一 就是说没有着火 你说着火 对吧 是这个意思 引起恐慌 对 但是问题是 你要证明 第一 这个的确没有着火 是这意思吧 万一我说的说 我家着火了 但是我家你没听到 你听到着火 你怎么知道 我说的就是着火 你怎么没 证明我说的 不是我家着着火 好了解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他们穿荒逃窜 你怎么证明 是因为我听到着火了 我穿荒逃窜 说明那个地方 跑出来一只狼 他们一看狼来了 刚好喊着着火了 他们穿荒逃窜 你怎么知道 是因为我喊 造成他们穿荒逃窜 但是这种关联 这种关联是 就是说 在这种当下的情况下 大家会有这样的 一个关联的这个想法 如果是说 不在这个环境下 我只是在家里 喊了去着火了 那估计 引起不了这样的恐慌 没有 所以再来说好了 这个推特 其实推特 Facebook 还有Google 这几个媒体 彻底是耍流氓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为什么耍流氓 背后有阴谋 很简单 就像当时 11月3号的时候 我当时看 大选结果的时候 加州10% 选票进来 那时候加州 就已经直接翻栏了 才10%的选票进来 直接翻栏 德州98%的选票进来 那么德州 对不起 不是德州 佛州 佛罗里达 佛罗里达还没有翻核 所以Google在耍流氓 这是非常明确的 你看的是Google 我们当时看的是这个Fox 对 Google在耍流氓 这是特别明显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说 你要证明川普 你要证明几点 你要封川普的账号 其实封不但川普 封任何账号也是一样 因为美国有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美国宪法 第一条的权利 换句话说 是任何一个 住在美国的人 你是美国公民 你不是公民也好 你没有身份也好 有的最基本的一个权利 你要给人说话的权利 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 但是你要给我说话的权利 所以他是不是 那按照你的意思 现在推特已经是严重的 侵犯了言论自由 对 是的 另外一个呢 从推特也好 Facebook也好 从Google也好 他们只是一个平台 他如果说 那么如果推特 如果推特现在说 他这个呢 因为有这个 把总统账号直接封掉 现在推特 实际上沦落到跟微信一样 这个有人说 有网友说 这是中国网友说的 说现在这个 你看这个都把你封掉了 包括这个已经是昨天的消息 就是说这个Facebook和Instagram 把它封掉 最起码封到1月20号 但是后来我们的中国网友说 这个现在唯一能上的 可能就是TikTok 对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 在美国 如果一个媒体 可以把总统的账号直接封掉 然后呢 也不担心总统怎么的 说明什么 说明美国民主 如果你换个国家试一下 嗯 对吧 你敢把国家元首的账号封掉 你能封得掉吗 有些国家元首是没有账号的 刘律师 很简单 问题是 问题是 再来说好了 他即使有 你也不敢封 他如果不封你 你就谢天谢地 所以如果是推特这样的做的话 那接下来推特会 有官司吗 我觉得会有 我觉得川普应该去告 我觉得他也会去告的 他已经打了3500个官司了 他还在乎多两个官司 嗯 是 所以这个是这个 今天这个推特 还是今天这个下午 大概是我在做大家谈的时候 突然间 这个之前看到的 跟中外的是什么呢 跟中外的是 作为媒体 你不应该站立场的 如果你封一个人的账号 不封另外一个人的账号 他本身就是区别对的 是这个意思吗 你如果封一个 不封一个 实际上你就表明了你的观点 媒体是不应该有立场的 没有立场 才是媒体的立场 因为如果你占立场 实际上你就有倾向 你就不可能公正 你就不可能客观 就像CN一样 对吧 但是现在 现在美国的这个主流媒体 好像是都有点立场呀 对 是的 问题是这样 问题就是说 你这些媒体全部坐机 不代表他们就不是机嘛 好 是这个意思吗 就像打个比方 我现在开车超速 每个人都超速 不代表你就不超速嘛 你还是超速嘛 比如打个比方 你现在走开10号公路 对吧 他的限速是70号的 你开80 有的人开75 有的人开95 每个都超速 每个都超速 不代表你没有超速 你被抓到 你同样要吃罚蛋 是这道理吗 你不能说 他们全部超速 他说 法律写的 你超速 你就违法 比如法律并没有写 如果你超速 你就违法 但是如果其他人 全部都超速 你就不违法 法律并没有再点 是这意思吗 就你全部耍流氓 不代表你就不流氓吗 就表示说 大家都是流氓吗 是这意思吗 好 所以这是刘律师 对于推特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确实这个事件 我个人来说也是蛮震惊的 当然 我觉得推的这个事情 表示什么呢 最高兴的是腾讯 为什么呢 腾讯说之前 刘光头总是说 我们什么坐机 把人家封人家账号 对吧 然后现在 你看 对不对 这个什么逼良违畅 神性淫大 说得太难听了 对吧 现在发现 现在坐机的不是我一个 原来还有 还有推论 对吧 这是我在美国 还有我的这个同伴 没错 这边有这个 网友说 封账号确实有点过了 这个其实 作为 这个我个人来说 这个虽然主持人 不应该表达意见 但是这个我觉得 我作为我个人 我也是觉得 这个封账号 这个动作实在是 不太能理解 好 然后 这个事情上 我们就既然说这个 我们就把话说 今天礼拜五 对不对 说透透 好不好 就把炒菜要炒出 不能半生不熟 然后吃了拉肚 对不对 来 就是这样的 很简单 我觉得川普 为什么这个人 他现在搞的 至少媒体来说 媒体来说 没有一个喜欢他 准确来说 什么CN也好了 ABC也好了 CBS也好了 没有一个习惯 很简单 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当然原因很多 他断人家财路 怎么断的 自己推到治国 然后媒体就没得爆了吗 不是 我觉得是什么 最重要是什么 大家知道 美国垄断法律 那么川普 其实在总统四年 他是一直希望 把这些大的媒体 希望把他们拆散 把他们分开 比如简单说 Google也好 Facebook也好 就是这个道理 因为为什么 如果你任何一个公司 哪怕你是卖彩电的也好 你是媒体也好 如果你过于庞大 庞大到什么程度 可以几乎操控市场 那么必须要拆减分开 因为为什么 如果你操控市场 就可以七行八市 对吧 打个比方 我卖彩电好了 我卖彩电 如果我可以占到 全世界 我这些彩电公司 占到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 那么实际上 我可以控制价格 对 那么是这个意思吗 那么如果你控制价格的话 最后吃亏的是什么 吃亏的是小老百姓 对 那么实际上 就从自由竞争 到了垄断资本主义 对吧 大家如果看这个资本论 马克思写了资本论 对吧 另外一个老马 对不对 写资本论 所以你到垄断资本主义 是资本主义 避人要灭亡的阶段 是这样吗 所以我如果打击大的公司 实际上你在帮谁 你在帮最贫苦的小老百姓 为什么 如果他垄断 一个电视 现在打个比方 卖五百 他当时卖一千五 你要多花一千块 因为你不买不行 为什么呢 我们这几家 把个电话说 老李 从明天开始 所有的电视 最少一千五 然后第二天就去买 今天五百 明天全是一千五 你要想电 想看电视 至少要多花一千块 你本来 现在你买一台彩间的钱 昨天可以买三台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你现在买 只能一个房间有电视 昨天买 可以整个房子里面 三个房间全部有电视 就是这个道理 这是第一个 如果我们从媒体来说 那更不要了 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如果你一个媒体 如果美国呢 是这样 一个媒体非常庞大 譬如说Google也好 譬如说Twitter也好 譬如Facebook也好 YouTube也好 如果你过于庞大 实际上呢 你完全可以操控市场 尤其这几个巨头在一起 大家呢 密谋开会 在一个呢 这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对吧 几个人鬼鬼祟祟 聚在一起说 我们就要把川普 说成是神经病 他本来就神经 自从输了选举之后 更加神经 对不对 就是CN那个CEO 不是一个讲话吗 不是录音被放出来吗 对不对 如果呢 打个比方 你怎么样的情况呢 你这个是可以的 是可以接受 就是说CN的老板说 明确说 我从现在开始 我们所有关于川普的报道 就是川普是个孙子 是个神经病 是个变态 那没关系 就所以呢 我至少我知道了 我知道说 这是你们的报道 我可以选择看 我可以选择不看 但他没这么说 他说我们CN的报道 是最公平的 是最透明的 是最客观的 对吧 但他没有讲说 我们已经定调了 我们已经明确指示 必须这么报道 那如果这样的话 川普就这个神经病 那没关系 那没关系 你们自己随便一起 但是如果你作为CN的 一个主管 你说我们现在定调 就要把它写成神经病 从说那句话开始 你就把身上的衣服剥掉了 你就从一个新闻工作者 变成了一个技能 因为为什么 你就从一个新闻媒体 变成了一个宣传机器 好 这边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这个 网友问 他说这个 他说但是川普是不是违法了 如果总统有十句证明违法了 封号倒是可以 但是现在主要是要证明 这些人是不是被川普鼓动的 因为他这个 应该是这个 他被封的原因 就是因为觉得他鼓动了 这些人去进行暴力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 所以这位网友的这个说法 刘律师 这样来说好了 如果这样的话 你觉得那么拜登应该进监狱 应该不是进了一百四都不止 黑命贵的时候 各种打砸抢是多少人的 被打 多少人被打伤 玻璃被打碎 鞋子被抢走 然后电视被砸了 多少人进去 拜登不是宣 拜登不但说 你们去 你们去 你们去斗 你们去搞 如果你们被抓了 我出钱把你们把试出来 不是这个意思吗 如果说你说 如果川普说了这个话 造成了昨天国会 然后被这帮暴徒进去 各种扫荡 各种打砸抢 那么如果川普 因为这个事情做了的话 拜登早就应该进去 所以这是刘律师的 这样的一个解读 这个是关于推特这件事情 因为它是刚刚的突发 所以我们来听听 刘律师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那么其实国会山事件之后 就是说目前到今天为止 两天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可能会有一些 这个进一步的发展 包括我们今天要跟刘律师来 说的就是从 因为还有个CNN 我们说CNN好了 说这句话呢 其实呢 CNN之前采访过我几次 当然这个以后 现在以后也不会再有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心里是非常的难过失望 因为为什么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的就是说 真相 它迟早一天会水入石出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 如果你是新闻就是新闻 你是宣传就是宣传 你说CNN如果说 我们就是不喜欢川普总统 他总是找我们的麻烦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说成是个魔鬼 这个没关系 你说一下 那么以后大家看CN之前就知道 我不看我一直知道川普 说出来怎么样 是这个意思吗 但你没有 你没有说 你说我们就尊重事实 我们尊重前线记者的地线报道 然后我们是客观的 我们是透明的 我们是公正的 你没有 你因为你已经定调了 如果定调的话 你就不可能客观公正透明 但如果这些记者 他们自己采访出来 最后100个记者得出的结果 全是一样 川普就是个神经病 那没关系 因为这不是你交代 是他们自己采访的结果 对吧 这边这个网友说 他认为川普是 有一位网友说 他有煽动性 他认为拜登是没有煽动性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有网友说 黑命贵没有冲击国会 我觉得这个你的认知 可能稍微的有一点偏差 就是难道只有冲击国会 被称为暴力 其他的打砸抢 就不称为暴力了吗 这个我持有我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意见 好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网友说 这个川普没有呼吁暴力 他说的是保持和平 他说这叫这个 宣扬恐怖主义和暴力吗 是推特觉得他会制造暴力 只要他没有直接导致 他就不能被禁 所以这个网友的意见 刘律师您同意吗 我觉得这样说 至少呢 我自从推特看到 川普没有宣扬暴力 川普说的原话是 Be peaceful 要和平进行 如果Be peaceful的话 你游行是一个公民的权利 准确讲 其实是不是公民都没关系 在美国 你如果游行视为 这是你的权利 对 一个本身 第一不违法 第二的话呢 实际上这是宪法给你的权利 你只不过在实施你的权利而已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不但不违法 是值得提倡 这个本身没有任何违法的层面 了解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 就是说 由于川普说了这个话 第一造成了他们去打杂抢 所以呢 这个川普呢 第一是煽动暴力 第二的话呢 这个是有罪的 然后第三的话呢 是违反这个跟推特的这个合约 我觉得这个呢 说句实在话 这个是很简单 这个是胡扯 这边也有网友说 说这个 我是支持暂时封禁的 但永久封禁是有点过了 就是说因为国会被冲击 确实是太震撼 也太乱了 那么基于国家的安全呢 他说暂时封掉呢 也是对的 这个是 这样说好了 这个真的 我坚决不同意 推的上面有没有 你怎么界定 如果川普说的话 造成了国家的不安全 你怎么界定 就换句话说 当时黑命贵的时候 那拜登也有推的 拜登在推特上面也是说 你们跟他斗啊 你们去搞啊 当时怎么不封呢 是这个意思吗 换句话说 作为媒体你本身 你并没有权利决定 哪个是对的 哪个是错的 你只是一个平台而已 你只是一个学校里面的 这个布告了 人家贴什么 跟你没关系 你也没有权利管 说白了就这个事情 这有个把我说啊 说关键他是美国总统 因为他的这个职位在这里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没有 你当时你推的上面 我可以跟你讲 推的上面呢 当时的条款也没写 如果你是美国总统 那么你的标准 如下跟别人不一样 非总统 是在这个合同 如果你是总统 我们有个另外的合同 没有啊 推的没这么说 一视同仁 好 这个彻底耍流氓 好 来这个这些事情啊 这个刘律师 看起来是非常的气愤 来消消气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国会山之后啊 这个您觉得接下来啊 这个川普总统要面对的 以及他会做的事情 都是些什么 我们先来说第一个 就是当时啊 当时就在当天 国会国会山事件的这个当天晚上就已经有议员提出来 要用第25修正案啊 其中的第四条 来这个以这个让总统这个不能履行 总统的职责为由 然后让他下台 也就是被迫下台 所以我们先请刘律师来跟我们说一下 您觉得这个这个提案有没有可能在未来几天会被实施 不可能 我先讲一下什么是第25修正案 25修正案是这样 如果副总统以及一半以上的内阁成员发现总统第一有神经病 第二的话呢 就他不能够胜任在做总统 那么呢 这个总统呢 就他就应该被他们拱掉 然后呢 有副总统带总统 对 但是呢 如果总统反对 当然正常总统都会反对 那么这个第二步是什么 第二步呢 这个事件就提交到国会 作为一个表决 那国会如果三分之二通过 那么呢 这样的话总统就会被弹劾掉 然后被赶走 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呢 这样来说好了 第一 这个是宪法第25修正案 宪法第25修正案里面 现在目前的关键人物是彭斯 彭斯是副总统 那么第一呢 以彭斯现在的态度来说 彭斯不会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彭斯就是个孙子 他两头不得罪 刘律师 我跟你说 这个彭斯还是 彭斯现在我发现 他还是有不少的粉丝 就是还有不少人在支持他 我知道 这个他本身有没有粉丝 跟他是不是孙子 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你来讲讲为什么 就是你觉得彭斯现在做何考虑 并且常常来说 越是孙子粉丝越多 对吧 因为为什么 尤其是你的粉丝也很多好吗 对 这个多也好少也好 我不在乎这个事情 我在乎的是什么 我在乎的是 如果你们来看我的节目 我不能跟你们耍流氓 我不能说谎 我至少告诉你们 是我心里想说的话 我认为是对的事情 你们可以同意 也可以不同意 这个没关系 我也不在乎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吧 对 来跟我们说说 你觉得现在彭斯的这个位置 和他现在所处的 这样的一个处境 他会怎么做 彭斯呢 我觉得呢 他呢 第一 他什么也不会做 还是他的老套路 他说他之前不是说吗 我没这个权利 他现在呢 第一 我觉得他不会表态 他如果要表态 他肯定说 我没这个权利 是这样的 实际上呢 彭斯呢 根据宪法第十二修章案 彭斯有这个权利 拒绝选举人团票 很多人呢 说这个彭斯说 他没这个权利 这些人根本不懂 为什么很简单 因为宪法第十二条呢 还宪法第二十五条呢 我非常了解 我之前就是教这个 上面写的彭斯 他的原文是 彭斯有那个 absolute authority 有绝对的权利 来拒绝 这个选举人团票 是这样的 所以彭斯他实际上是耍流氓 他彭斯自己也是律师出身 也可以理解彭斯的立场 彭斯这种人呢 是什么呢 他是永远随波逐流的 永远察言观色 见风使舵的 为什么呢 他不是老大 他永远是个万年老啊 所以良情折磨而息 他一定要找一个 他可以跟着三官发财的老大 他觉得这个家宝式的 我一定要压个赢的 压一个选中选上的 不能的话我也跟着 说不来这个道路 但是你要知道政治人物 因为彭斯他是 他是个政治人物 就是说等于说 他一直在走正途 我们说的政客 那么他肯定要是要为自己的 未来的政治生涯所考虑的 对我可以理解 但是问题是 你当时宣誓成为副总统的时候 你没有说 我现在宣誓 净冲 保捍卫 美国宪法 但是如果 我以后呢 这个情况不变 我要跟着倒霉的话 我立刻就策 他有这么说吗 他没有 对吧 你当时 你捍卫的时候 你当时乐乐盈眶 你当时这个突破横飞 像我现在这样的时候 你没有说 但是如果你挂了 你不要怪我 我立刻杀腿就跑了 你没这么说 你说的就是 我要坚持 捍卫美国宪法 战斗到底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 就是说 那 其实如果是作为 法律界的人士 或者是说一些律师 他们都了解宪法了 都知道 副总统有绝对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但是彭斯依然说 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 这个 这个就是在互弄民众吗 对 是这个意思 那彭斯觉得说 第一呢 他觉得这个成功的激励不大 当然 你做这个事情 你有这个权利 不代表你就一定 要做 这样说好了 你有这个权利 你这么做了 不代表 川普就一定会成为下来美国总统 他当时就觉得压宝 如果川普不能成为下来美国总统 等于他 他把他跟拜登的关系 也彻底搞僵了 是 就把彻底 这个 这条路就断了 对 他以后的话 两头不靠 因为第一 川普不能成为下来美国总统 他靠不住了 拜登成为总统 他由于跟拜登折腾了一下 拜登肯定是把他打入冷宫 拜登肯定绝对不会再用他的 所以他两头不是冷 所以他觉得 至少我跟川普 这个已经不行了 至少我跟拜登这边 还留条后路 说不来就这个意思 这点小心思 只要在中国 你可以做到一个什么小镇长 我们也不懂 对 没错 就是政治 我们一直都说 政治是肮脏的 政客总归是戴着面具 或者是他们有一些自己的 不为人知的想法 所以你